柜子安装完成后,下一步我们来开始安装门子 然后这些是门子,安装门子所需要的配件 有四个角链,还有小的螺丝钉 然后还有两个门子 下面我们开始安装门子第一步 首先第一步,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四个角链放到四个卡槽当中 然后把这四个角链摆放成直线 跟门子是垂直的 然后这样,这个就是有点位,然后让它垂直一下 然后是正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拿这小螺丝 把这个角链跟门子固定一下 然后拿我们的,然后拿我们螺丝刀 用螺丝刀把这个小钉子跟那个把角链 还有这个门板连接到一块 然后就用按照这种方法 把这四个角链分别上到这个卡槽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进行下一步 就是把门子,然后跟这个咱们的柜子去连接 然后把门子翻过来 就是这个光滑面朝外 就是朝着这个侧板方向 然后把它放到去 放到去的细节 我们注意一下就是把门子这一个边跟这个成板要连接到 要挨这一块 然后跟它靠紧,它们是平的 然后我们再用螺丝刀把里面那个角链跟那个柜子的侧板 然后去做一下连接 同样我们也是用螺丝刀 然后去拧紧里面这个部位 让它跟柜子的侧板去连接一下 然后这上面一共是八个螺丝 上下两个角链用八个螺丝拧紧之后 然后柜子跟柜门还有柜子的连接就先完成了 然后连接完成以后 我们去关门子 你看会出现这种就是关不上关不严 然后还有那边特别紧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去调节一下脚链 调节脚链哪个部位呢 如果门子特别紧的话 我们可以松一下门子的这个螺丝 这个脚链的这一个螺丝 把它松开 还有下面这个脚链这个螺丝 然后整体把门子可以往外抽一点 不要抽的特别多 就是抽一点 然后咱们再把这两个螺丝给紧上就可以了 松开螺丝以后调到这个门子 跟这个柜子的侧板 最好是然后这里有个缝隙 就是在两个毫米左右的一个缝隙 然后这个门子就可以自由的关上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一个螺丝 还有下面脚链 也是这同样一个部位的螺丝 这两个螺丝就是调节门子的 然后歪斜程度 比如说这边高了 比如说这边头高了 然后那边低 就可以调节这两个螺丝 来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按照同样方法 然后这个门子安装完毕以后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 安装左边这个闪门子 然后用同样方法 把左边门子上完之后 然后整体门子的安装 就先完成了 就先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